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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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喜歡的 黑豆腐時間 那本週要聊的 不是任何的時事之類的 雖然最近也是發生了一堆事情 本週要聊的其實是 跟我個人比較有關的 就如標題各位所看到 沒錯 我要停更了 可是 我要停更了 不是我的所有影片啦 我要停更的是 我那個海龜湯系列 各位可能聽到這邊就會想說 為什麼你要停更海龜湯 為什麼海龜湯 等等的 大家會反應就是說 欸 海龜湯系列名很棒 為什麼要停更 其實 有的看海龜湯系列的人 應該就知道 就是其實我海龜湯系列 最近這一陣子其實 觀看並不是很好 對 平均其實不高 都維持在三萬兩萬上下這樣 那喜歡的人還是蠻愛的 就是按讚數還是有持續維持住 可是可能就會比較看來賓的狀況之類的 或者看是哪些來賓 所以現在觀看就不好 像 已經很久 海龜湯系列沒有到四萬觀看了 之前的話 七萬觀看的時候是 今年的二月十一 那時候是跟滴妹一起玩 那大家對阿滴和滴妹 就是比較喜歡他們玩海龜湯 對我有發覺到 像之前可能平均都有五六萬到十萬之類的 所以一開始其實觀看都還不錯 然後到現在的話 海龜湯這個系列 確實觀看 逐漸往下 然後雖然現在下了一個趨勢以後 就是又去評 可是也沒往上 這一點是我要想要怎麼突破的 那我個人覺得是因為海龜湯 自從三度 霸宣 然後我 後來就越來越多人拍 雖然我覺得這有點自作多情 可是 我有發覺到就是自從我拍了以後 就是那個時間點的後面 超多人開始拍了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 對於海龜湯選擇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開始有點疲乏 所以除非更改他的玩的方式 海龜湯遊玩的方式就是這樣 所以變化性沒有到非常大的 那我決定停更的理由還有一個是 因為其實在海龜這個系列 昨日他每週 週三其實都要加班到很晚 然後隔天休假 昨日會有點像一般漫畫這樣一樣 每週都會有需要趕稿的那個壓力 如果他不用化海龜湯了 其實他會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雖然我也很喜歡他化的海龜湯 因為他化的海龜湯 每次都會買一些彩蛋 滿有趣的 停掉了海龜湯以後 之後他可以準時上下班 然後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因為海龜湯確實是會花掉他一整天 可是他原本的事情還是要做 然後最後 最後一點是 我本身對於海龜湯的話 我有一些想法跟規劃 原本的這種按部就班的方式 可能還是會進行 但是我有在想是 很多人玩海龜湯的時候 都會穿插一些畫面跟物件 然後我們的話是 講題目的時候 跟講答案的時候 會穿插主因的話 所以我在想可能 我們講到什麼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要 批相對的東西出來會比較好這樣 有在想 只是還沒有一個人答案 所以想說 啊 那我們先暫時停更好了 那各位有任何的想法 其實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對於可能 你覺得海龜湯怎麼優化之類的 像主持之類的 我會自己再加強 那個我知道 就是我給的提示 有時候太多 有時候太少 沒有太少 都太多 大家會覺得說 不行啊 這樣來賓多猜一點 這個我會自己再加強 那如果有關其他的優化的部分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很支持海龜湯的系列 但是因為成本上的考量 還有現在觀看數也不太好的情況下 我們會暫時停更 但是 剛剛大家有聽到暫時嗎 我們會改成 每個月一根 可能每個月的第四個禮拜 就是最後一個禮拜之類的 我們會每個月一根這樣 所以海龜湯這個系列 我持續還是會拍 但就是變成每個月一根這樣 那如果之後 欸 海龜湯這個系列 變多了 然後大家也覺得說 喜歡新的海龜湯 或者是 喜歡這種感覺的話 那我之後可能 變成 每個月兩根 每個月三根 每個月四根 再變回來這樣 但是在它好之前 我們會把它變成 每個月一根 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玩海龜湯 它是我以前 高中大學的時候 會拿來玩的一個遊戲這樣 很好跟女生交流 其實我蠻好奇的 之前一直在海龜湯裡面有問過 就是大家 會玩海龜湯的年紀 大概都是什麼時候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因為問了很多來賓 有一些年紀大的來賓 沒有玩過海龜湯 有一些年紀很小的來賓 也沒有玩過海龜湯 所以他到底是位於哪個年紀 我也不懂 歡迎大家可以分享這樣 那 歡迎大家還是可以持續投稿 那我有發現說 就是有很多人投稿 可能 沒被拿出來用 我之後有想到另外一個方式 是我可能可以開直播 然後把 卓翼可能 覺得說 比較適合直播 可能比較不適合拿來 用成影片 就是不好畫 的海龜湯 可能拿到直播上 然後跟大家玩 誒說不定也可以 然後可能 剪的精華 或者是開了紀錄直接丟這樣 或者是我可以開直播 跟其他YouTuber玩 也可以 變成不是拍影片的方式 那海龜湯這系列拔掉 那周四會變成什麼 相信大家最近有發覺 就是周四我會開始拍一些 比較靈異相關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周四的這個點 很剛好可以拿來拍一些 靈異相關的東西 或者是恐怖的東西 像未來可能 王狗在邀我去探險之類的 那我可能也會答應 那我就可能會拍一些影片 就很未來 因為最近疫情也嚴重 所以最近比較不會拍 但是我就會有點想要拍一些 跟恐怖比較相關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給我一些想法 拜託不要去挑戰都市傳說 那什麼紅衣小女孩 什麼點線之類的 那些我不怕 拜託我真的不行 那可是有關恐怖的之類的 大家可以在下方裡面跟我講 可以拍什麼樣的題材啊 符合禮拜四的 我也有想過 如果分享鬼故事的話 是不是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說故事的感覺 可能可以說 可是沒辦法把大家帶入進來 我覺得我沒有講得很好 這一點還是要看一下 就是大家的想法 你們會想要聽 分享鬼故事這個系列嗎 大致上是這樣 對於海龜湯的 就是停根 以及未來的一些規劃 我還是會想要做恐怖的發軸式 海龜湯變成一個月一個 所以會有其他三個 是恐怖的東西這樣 那歡迎大家可以投稿 一樣同一個沒有 歡迎大家可以投稿 鬼故事 分享你們自己真實經歷的鬼故事 或者是你們親朋好友的鬼故事 歡迎可以分享 然後我可能可以整理一下 然後分享給大家 一次可能分享一篇到兩篇 那也歡迎各位可以投稿 各種恐怖的影片 佐伊需要 因為佐伊不敢看 所以他需要大家投稿 那你投稿 希望是可以幫我分類一下 就是 這是什麼類型 之類的 歡迎大家投稿 歡迎大家投稿 好啦 那以上就是 對於海龜湯的一些 之後的規劃 因為最近疫情嚴重 所以我可能要多拍一些 比較室內的一些影片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好啦 那就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跟訂閱 以及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海龜湯的話 記得可以點個資訊卡 去看其他海龜湯的系列 那記得去按照我的粉絲團 黑羽IV 追蹤我的直播 BXXX84 追蹤我的FV 那想要看更多遊戲影片 可以去訂閱 黑羽陪玩頻道 那想要看更多夢幻影片 可以去訂閱 雨喵同樂會 想要看我開台直播記錄的話 可以去訂閱我 黑羽LOG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那首先第一個的話 他們是有一群男生 開支到某個野外的 山間小路上面這樣 結果他們看到前方 有個白色的印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 幹好可怕喔 太後面了吧 我螢幕有點大 好煩喔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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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嚇到了 沒有 這真的會嚇死欸 喔幹難怪雷萌會被嚇得到 因為他是Jumpscare的影片 白色人影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 下一瞬間 他直接撲到前面 我覺得有點太過於 因為 因為 通常啊 至少在我認知之內 這類型的東西 不會這麼的明顯的 跑出來 你知道嗎